紅湖海港邊突然變成露天音樂會 極美創辦人徐文龍彈奏著曼陀林 這天他也是一早就出海釣魚 不管到哪 他都蓋著樂器同行 以音樂會友 他說我愛跟人家練功課 所以只要有幾個朋友在一起 然後大家一哼跟他就開始指揮了 然後就塞一把指揮 還蠻自在的 一開始我其實會有點怕 因為他有一些琴其實還蠻貴的 就是他是一個有自由的靈魂的人 擁有自由靈魂的徐文龍 一身鍾情釣魚音樂藝術 如果不是自幼家境困苦 他的夢想是成為一名藝術家 他第一次聽到小提琴的感動 是因為他姐姐帶他去電影院看電影 那時候的影片跟音樂是分開的 然後在播放那個音樂的時候 出來的就是小提琴的聲音 他就覺得 哇 怎麼會有這麼美妙的聲音 就愛上了小提琴 徐文龍小時候 一家十二口擠在一間八坪大的房間 住在現在的台南市神農街 那裡在日治時代可是平民窟 我們十二口擠在一起 跟爸爸媽媽都十二口擠在一起 我們那條雞 甚至也是比較善家的人 這個台南市場看 比較高的地方 是都經濟比較好 比較雞在這裡是順利的 二戰前後 那時候普遍的經濟情況都不好 那也看過家裡米 這個都已經沒了 然後父親失業 他在家裡 他說可以失業不要失智 可以失業不要失誌 那他看過他爸爸這樣的一個 這種經驗 整個人好像就小紅了 他更確定不要這麼悲觀 他一生是非常樂觀的 徐文龍六歲那年 本來在一家小公司 擔任總經理的父親 歲末年終之際 突然沒頭路 徐文龍的父親大受打擊 把自己封閉關在家整整十年 媽媽幫人洗衣服 賺取微薄工資 養活一家人 讓徐文龍立志要賺大錢 對課業不用心 甚至連書包都不帶回家 成績永遠掉牆位 還差點成為228事件受難者 他的同學也有 就是上了這個車 準備開去嘉義機場去會師 他也上去了 被其中另外一個同學 後來把他拉下來 後來傳出 那一車的人都被殺了 在19歲的徐文龍心中 留下深刻烙印 也讓他發願 奉獻給台灣這塊土地上的人民 他買過銅裝 塑膠水壺 1957年 他參加了一場 不遂玻璃獎席會 這是他第一次看到這樣的材質 許文龍知道機會來了 許文龍知道機會來了 六十米間 我創業的時候 那就是我借三個工人 在家裡 四五盆 在康德 1959年9月24號 許文龍成立奇美食業 幫所謂的不遂玻璃 取了個新名字 壓克力 一開始研究過程屢屢受挫 他多次跑到日本 跟廠商打交道 技術上他很重視創新 所以你看他不管是在 壓克力、ABS 很多的領域上 他是自己就去學 甚至去日本參觀的時候偷學 因為有些是不能夠照相 然後他就強技 他賺的錢都不是透過降低成本 好像比如說這個勞動力 工資降低 他說靠降低工資 去競爭的企業 事實上是很丟臉的 不是去壓榨員工的低薪 而是應該提高產品的附加價值 所以他常常講 一開始他去找生意 可是最後生意來找他 當時傳真機一台要十幾萬 但其美年終結算 自覺賺太多 竟然要把利潤退還給客戶 還一口氣買了三千多台傳真機 分送客戶 要客戶自己算好退款金額 傳回來 70年代石油危機 國際油價飆漲至1800美金 舉文龍沒有趁機撈一筆 反而反傾銷 全力以1200美元 供應台灣的下游廠商 不只牢牢抓住廠商和客戶的心 員工還可以任股分紅 1988年 齊美更率先實施週休二日 提早政府13年 他的很多的措施 都是我們現在講叫超前附屬 當時許董事長做這件事情 有一個很重要的目的是說 我們當時並沒有什麼國民年金嘛 什麼老保什麼制度都沒有 你想像一個人退休之後呢 他就說我這些人退休之後 辛苦一輩子 可能還要跟他的小孩子分手要錢 傳說還曾有過門的 補習分紅加一加年薪百萬 企業內部文宣也特別設置專欄 把員工當成家人 許文宏是要打造幸福企業 和幼年眼見父親遭遇有關 那我有曾經問過他說 那如果有人真的就是摸魚 不工作這樣公平嗎 然後他就給我一個比例 他說我們不跟手指頭有長有短 那比較長的就是要照顧比較短的 這樣經營公司會賺錢嗎 不只國內廠商難以置信 還有日本廠商跨海打電話來問 真的假的 其他的主流的這些企業 不是很看好吧 一定不看好啊 但是他們就是賺錢啊 1998年的時候 許文龍那個時候是台灣 前十大企業家的 應該是第八名 到了1999年他就變第四名 喜美實業成立不到五年 就打通市場 打敗對手 打開外銷 許文龍為自己贈得壓克力支付的地位 1972年投入ABS研究 1990年ABS產能五十萬公噸 已經是世界盟主 1997年跨足面板頁 但許文龍始終沒忘記童年夢想 我小學四五年的時候 台南市有市場博物館 很小的博物館 就不用去看 我看得很開心 小孩是受到這個影響很大 在那個時候就是 如果有市民有債刀 我就去市場博物館 新美博物館誕生於1992年 開放民眾免費參觀 2015年赤資超過20億元建造的新館 正式開幕 台南在地民眾和學子免費參觀 除了有上萬件館藏 還有全世界最獨特的小提琴收藏 和租借辦法 親自來到醫院 用情深 撫慰病患和家屬 許文龍在1987年 承接當時負債累累的台南市逢甲醫院 創辦奇美醫院 晚年更投入海洋保護運動 組成台灣海域保護及監測協會 我們開開的這些小孩寄給驚孫 這個主人撲海魚 受害這些是我們的驚孫 蝦都大我 熱愛釣魚的許文龍自有一套釣魚哲學 他和林家龍一起去釣魚 林家龍一條釣竿兩個耳 一口氣釣起了兩隻魚 鄭德一想要炫耀反而被虧 他就想說 你這個就是不會釣魚 會釣魚就是要釣一隻 然後另外一個耳釣下去 繼續讓其他的魚可以流過來 這個環境你就可以 就是源源不絕 那自己去釣魚 釣起來你當然很高興 可是那個高興沒多久 因為旁邊沒有人分享 如果只有他一個人釣到魚 朋友都沒有釣到魚 那回來的路上 他也沒辦法很快樂的分享 所以他就領悟出來說 什麼叫快樂什麼叫幸福 就是大家都要釣到魚 許文龍沒學過生態學 但不管是人生還是事業 他從垂吊中領悟到分享 自然靜悦遠來 幸福才能永續 他說他在那個念書的時候 就是有一天看到這個 無限大這個符號 它叫躺著的八 無限大如果是一個八 它是兩個零 加起來就等於無限大 一開始一無所有是零 最後生命結束 也是什麼都沒有 也是零 但在零與零的之間 有無限大的可能 許文龍從實業家到藝術家 也是實踐家 在生命中創造無限大的可能 把永恆留給後代 在台灣這片土地 譜出優美樂章 拿來自首相續劇 進來自首相約